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台湾新科明代上任后台立法机构第一次开议 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张善正也是首次在台立法机构接受明代质询 难免有些紧张 全程几乎都是低头念稿 很少眼神交流 另外对新科明代来说也是第一次站上质询台 又明代不太习惯时间控制 发言太久 被消音 开议第一天台立法机构家都是第一次登场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张善正的时政报告处女秀 切重点不拖泥带水 又是地震又是寒海 只是张善正低头念稿 很少抬头 似乎潜意识避开眼神交汇 精神要持续集中也好 或是资料要念得比以前更熟悉 这个当然就是难免会紧张 人之常情吧 换了角色 张善正坦言自己难免会紧张 而曾是张善正部署的前金管部门主管曾明宗 换了身份 以新名代的身份质询前长官 我跟他一样 我们都是非常成熟的行政官员 所以我们跟他咨询是救世论事 理性问证 说要救世论事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在开议前 就带领大家 包括在场所有的明代 为这次台湾地震造成的伤亡 默哀一分钟 所有罹难者 表达最深的哀悼 我们请大家一起 起立默哀一分钟 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符合人民的期待 同回一场 仿佛节目主持人上身 慷慨激昂 而当过电视台主持人和淡江大学教授的柯志恩 第一次上场也毫不怯场 我们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反扑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更确实的来反映 我们到底过去的行政系统出了哪些的问题 还有国民党籍名代陈一鸣 拿出医学专业 时间到了被萧英还不放弃 坚持继续说完 而同样发言超时的还有这一位 未来立场还是持续推动 我们的新住民二代海外的赔利 低头看稿超时发言 看来台立法机构的意识规则 新民代们还需要慢慢习惯 而更多血片般的法案还在后头 民代们还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努力应对 好的 先过话题呢 海南的旧灾话题切入来做他自己的施政报告 推出了一些希望改善 比如说如何改善土地业化 包括这个推动旧灾型的都市更新 包括要去改变现在现有一些建筑房等等 那么希望立法机构能够帮忙来推动 很难得绿营的民代呢 对他是比较客气的 怎么看待张善政今天的这个首秀的表现 江教授 善政善政 涂善不足以为证 涂法不足以自行 那么张善政当然他目前还是无党籍 坦白说了 对国民党许多过去从政同志来说 绝对不公平 张善政他并不是一个最优秀的人才 我要这么说 他当然是一个科技界的人 被借用到整个国民党执政团队里面 他今天的切入主义坦白说是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台湾问题不会只有土地液化的问题 台湾问题关键在两岸 如果说你站在战略的高度 应该从两岸切入 那当然两岸是民进党的这个软肋 一旦碰到两岸 那大概都没有好脸色了 所以张善政其实他做了一个危险的调整 从民进党受创最严重执政的这个台南市 这个土地的液化问题 从这里谈起 那表现出十足的善意 那这个情况当然是除了帮助台湾民众 一方面也帮助绿营执政的台南市 所以绿营怎么可能为难他呢 所以说是投其所好的这个嫌疑 完全不是嫌疑 完全是投其所好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了 他只是一个看守的性质 所以我倒觉得说 如果从整个政党政治来看 张善政是不及格的 从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本来就是应该相互监督政来说 他也没有站到整个战略的高度 但是他采取了一个政治正确 张善政今天做了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政治正确 投其所好 所以我觉得说这注定了国民党从现在往前看 他输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 今天台立法机构这个正式开议呢 这些一些新科的民意代表 和有一些回国的民意代表 还有一些转换身份的民意代表呢 他们的表现备受关注 对于这些新科民代的表现 江泽你怎么评价 演什么要像什么 所以你看多数这些新科的民代 还没有进入所谓的演什么像什么的角色 角色扮演里面 他们还在原来自己的专业当中 有这个所谓电视评论员 他用评论的方式评论 这个异常当中的意识规则 医学院的老师到里面 他还继续给他上课 不是那个地方是要反映民意的 所以黄国昌当然他是以法律出身 他仍然在法律文字上面当中 要求法律文字呢 能够细部的一字一句 所谓的安全顾问 安全雇用机制等等 要求这个劳动相关的官员 做一个解释 那当然美根角色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 这些新科的民代 都好像新开学的学生一样 非常的雀跃 他们希望能够力求表现 争取曝光 然后呢话众才能够取宠 获得媒体的青睐 在台湾这个议场当中 如果你是四平八稳 来做巡打的话 坦白说上不了媒体 上不了媒体 手机啦 宽屏啦 或者电视不转播的话 你做什么都败做了 所以做人做事 做秀 看出来这一次这新科民代 很明显的 做秀摆第一 做人摆第二 做事摆第三 这当然是一个悲哀了 也就是说 一个异常最重要的就是 依法行政 你应该准备有充分的专业 去执行这相关的官员 如果能够提升台湾民众福祉 哪些地方缺失 能够把它找出来 像卓母鸟一样 所以明代的角色 只有两个啦 新力 除弊 除弊比较容易讨好 因为有曝光率 但这次很明显是个人秀 和大家在各自表述 力求表现 话众取宠 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 这个新科的民代 赶快回到正轨 言什么 要想什么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一届的这个新科民意代表 是台湾民众 是这个期待值破表的一届 可是呢 大家也在劝慰 这些普通的民众 不要期待值太高 因为这些民代 像刚才江涛也说了 他要进入角色 还要一段时间 而且之前台湾的民意机关 一直被民众诟病 一直被民众质疑的地方 就是效率 作秀等等 可是今天从第一天的这个开议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大家还是以在作秀为主 所以昨天台湾的这个报纸 就有个评论说 民众呢 第一要有耐心 第二要做好失望的准备 尤华兄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蔡英文在选前讲的 几个重要的法案 像两岸监督条例 福贸贸贸 这些等 这些 请问 你有没有提出来啊 要不要密室协商 好 密室协商完了 要不要党团协商 党团协商完了 对不起 还要经过两个月以后 你再讨论 所以呢 我们民众要有失望的准备 各位去看一看 2008年 2008年大家对马英九的期待 现在都弄到蔡英文的身上 好 现在问题也来了 蔡英文已经全面执政了以后 各位就看 这些法案会不会重蹈马英九时代的覆辙 所以现在媒体的评论坦白说 这一次我们看的 无论是徐国勇啊 黄国昌啊 其实很多人说 他们是政治素人 他们已经不是政治素人 他们根本是标 是那个非常标准的政客 而这些政客如果只用个人的利益 去推动某一些很特殊性的法案的话 台湾民众当然要做好失望的准备 除了失望以外 台湾民众的耐心也会给蔡英文 只不过这种耐心会不会重蹈马英九 2012年以后的覆辙呢 让我们大家等着看好了 很多人说 对于这一届的这个民意机构的 这个改革呢 大家非常有期待 可是今天看不到 但是也有一些改变啊 比如说以前王金平走到 义市场里头呢 是走后门进去比较方便 今天苏霞选是走前门 这是唯一的一个改革 但其他跟以前一样 一切心理如意 为了在5月20号顺利完成 新就台湾地区领导人交接的工作 满久办公室和蔡英文的交接小组 今天上午展开了第一次的会面 会谈大约一个半小时 双方就交接的所谓原则 先做了讨论 至于交接的细节等等 还需要再进行商议 我们来看中的 卫视周台记者翁成岚的报道 全力交接小组会议 今天上午10点在台北宾馆举行 首先由马办秘书长曾永泉 与民进党全力交接小组 共同召集人吴钊介 发表简短致词 曾永泉表示 马英九再三指示 要深入深度及确实交接 展现最大诚意 期盼全力交接无缝接轨 随后双方闭门会谈 会后各自举行记者会 对外说明 卸任政府交接小组 已经提出联系对口的名单 请接任政府交接小组 谨述的提供联系对口的名单 透过对口名单 展开后细积极的沟通的工作 这个名单的确是有必要性 针对重大的预算 或者是跨年度的计划等等的 这涉及到预算的分配 和未来的政府的施政方针 是否能够一致 我们也会透过联系的窗口 来进行意见交换 首次会商 双方共达成三点共识 除联系对口名单外 还包括马办与台安全会议交接 以相关规定办理 台行政机构所提的 520交接实施草案 民进党方面紧速提出修正意见 针对记者提问 是否延续此前权力交接的做法 安排马英九与蔡英文会面 曾永泉回答 没有 今天在会谈中 没有触及到这个议题 另外对于外界关注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交接条例 今天的会谈中也未触及 曾永泉强调 依现行法规交接并无挚爱难行之处 有台湾媒体评论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20年来历经了三次政权交接 前两次 十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与新单选者 比如有李扁慧以及马扁慧 而此次双英迟迟不讳 台湾民众的政治智慧 越来越成熟 而台湾政治人物的新鲜 遇见狭窄 东南卫视记者台北报道 今天行政团队交接首次会商 双方开场白即高来高去 互别苗头 曾永泉表示说 会参照陈水平2008年权力交接时 制定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来制定2016交接的要点 民进党的吴钊燮却说 交接没有法治化 交接时间过长 看起来民进党有自己的想法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张教授 这当然交接涉及到相关的行政资源 以及所谓的秘密资料的一个移转 说不定中间若干不为人知的内幕 所以交接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其实国民党现在要做的就是 告诉民进党 贬归马随 不必节外生之 这个意思其实他在告诉你说 我就仿造陈水平的方式 回到你们民进党 中间经过了八年 你们不要多事 可是民进党现在其实吴钊燮说话很简单 他其实吴钊燮所说的话就是 你要跟我贬归马随 问题是蔡英文不是陈水平 蔡英文更不是马英九 所以其实吴钊燮代表蔡英文的意志就是 我说了算 请你尊重未来新的领导人 所以民进党这次要交接的过程当中 当然希望你能够拥有自己规划 哪些东西你要足以的有时间表 哪些清单的内容做处理 所以今天会上都没有谈到之前大家关心的 所谓的领导人的交接条例 我们看到这个吴钊燮用词也非常的小心 他说交接没有法治化 交接时间过长都一直没有提到 是不是要提 原来民进党团一直要提说在台立法机构里头要优先的 推出的这个法案 这个领导人交接条例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蔡英文这一次给吴钊燮等人的一个指示 是受李登辉的影响 各位不要忘了 1月27号 我讲的日期是我经过我查证的 就是1月27日 蔡英文到翠山庄去看李登辉 两个人也谈到了当年在2000年的职权交接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李登辉已经把他2000年的经验 他告诉了蔡英文 那我相信陈水扁也会把2008年的时候 这些交接经验去告诉谁 告诉蔡英文 各位要晓得蔡英文当选以后 他可以安排的位置精确的算法是6086个人 但是呢 他们现在经过了调查 就是说职位上的调查 3000多个已经被安插了 所以吴钊燮说没有法治化 这个是全责的部分 交接时间过长 这涉及到谁 这涉及到人事的部分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要拿到人事 好 全责还有档案这些东西 我要确定以后 那我才能跟你谈呢 那这些东西 国民党不想交出来的时候 各位去看 这个交接条例 领导人的交接条例的话 还会继续的谈下去 针对岛内有人提出要满酒提前辞职 满酒18号是做出了正面回应 他表示说 他的任期是到5月19号 他会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张善政 密切合作 工作到最后一天 画下让民众满意的据点 不可能向某些人主张的 把权力交出来辞职 满酒说 这最后的三个月 民众还是会看台当局的表现 他要留下让民众怀念的记录和政绩 不能多数党不是国民党 就不管了 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会使未来国民党 还想重新执政的话 会更困难 选举虽然输了 该做的事情不能少 请教一下江教授 满酒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 如果让他提出辞职 或者约束他在520前的行为 都是违反所谓的宪政体制 您怎么看 满酒自己说做官三年连狗都嫌 他做这么久 人家已经嫌弃他都不行 现在他的支持度已经不到9% 所以坦白讲 他这样的说法 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没有错 他的任期到5月19号 但因为新的民意已经产生了 台湾的民众用选票 打点马英九 打点国民党 这巴掌还蛮响的 真的 如果他能提前辞职 无度于接手 那因为国民党呢 因为马英九的辞职 有这个向台湾人民谢罪的意味 本来他支持者失望的心情又回复了 马英九的辞职 对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立竿见影的特特特特 很重要讲三次 特效药 而这个特效药现在变成催命符 不相信我们等着看 所以很多人说 今天双方没有提到 台湾地区领导人职务交接的条例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能接下来一两天 就会立刻在台立法机构里来提出来 有关台湾地区领导人职务交接的问题 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的新会期 是立竹要做优先处理的一个专门的条例 但是遭到蓝营的坚决反对 批评绿营 放着震灾三法等民生法案不推 搞不清优先的级别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 前国民党的发言人杨伟中 却在这件事情上是炮口对内的 在蓝营内部引发 我们看到杨伟中批评国民党 以前自己在力推要出台交接条例 这次自己又不接招 是要永远放弃执政的权利 张大哥你怎么看待杨伟中的这个看法 我们必须要说杨伟中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讲 你应该在2012年你就应该讲了嘛 那你这个时候讲也是弱人口实 换句话说 在自己人身上捕刀 对在自己人身上插一刀 这也就是说蔡振元为什么要批评杨伟中的地方 但是解铃还需细铃人 国民党最好的做法 你民进党你不是要推吗 我过去我赖世宝也好 我费红太也好 我也有这一些所谓交接条例嘛 你把版本通通弄出来嘛 就是按照这些版本大家讨论嘛 你讨论完了你就让他过 但是国民党千万要那个记住 你现在是个少数党 你少数党你只有用法案换法案 就是说这个交接条例 我可以让你优先讨论 但是其他的几个条例 你民进党就不要打 对不对 你可以用法案换法案 而你一旦党的话其他法案根本卡关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杨伟忠是点出了一个问题 今天国民党各个的脑袋都是什么 着视金飞嘛 那现在要金是着飞的话 你国民党需要用智慧去化解 好 去化解你跟民进党之间的冲突 然而我们现在看 当这个条例如果不过 而民进党又推的话 我可以预告 第二个条例它马上出来 叫做不当党产条例 那个时候那你国民党要不要打 就是说涉及到你国民党自身利益的时候 你要不要打 手上变得没有筹码了 这个为什么围绕阶线任会有这么多的声音 所谓的交接条例的关键在哪里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这个联合报已经刊登了 这个民进党团推出的这个版本 交接条例 其实就四大方面 一个是当选人要成立这个办公室 就是说这个办公室呢 还有人员要跟这个现任领导人 是要有交接的 就是我直接来制约你的工作 第二条呢 所谓的这个新闻 所谓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你每一个部委之间 有任何的这个 每个阶段要来跟我的办公室 做这个简报 所有的这个第三条 就是人事任调之禁止 就是你所有 就刚才这个 有还哥说的这个 六千零八十六个职位 你有任何调动 你要先来跟我报备 我想这个一般现任领导人很难接受 尤其第四点 第四点是这个禁迁两岸的协议 所以江超你怎么看待民进党这个版本 民进党版本基本上就是夺权 而这个权呢 指的是权力以外还有政治资源 这个所谓的交接条例的争执点 关键就只有一个了 我说穿了就四个字叫政治资源 政治资源包括权力 包括预算 包括人事这三方面 唯有当他还是混沌不明的时候 才能够混水摸鱼 当他现在并没有清楚交接的时候 这些政治资源仍然是在黑箱当中 马英九可以分配这些资源 可以分配到五月十九号 就这么简单 一旦现在提前把它法制化 所有的人事预算政策职位 通通公开了 马英九想要调动任何一个人 大家都眼睁睁在看 所以基本上等于是对马英九权力的剥夺 那也同时象征了让蔡英文提前 虽然不在其位 但他却可以谋其政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现在蔡英文已经选上了 民党认为说我虽然不在其位 但是我要先谋其政 这就是关键嘛 所以这两方的拉锯角力点在这里 那我倒觉得我个人的立场 我认为应该公开透明 将来不论是民进党国民党 任何人想要在混水摸鱼都没有机会 对台湾民众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利益的法案 而且这三个月里头 如果公开透明 对马英九自己本身做事情 也让大家不会说 你如果是不公开透明的话 你做的不好都退在你身上 你做的好是因为我监督你了 所以他也不会让大家留下更多的口实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 关于这个交接条例 关于这个接卸任 怎么个交接法呢 依然还会有很多大戏在里头发生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辅助点博士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在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蔡英文上台后 谁来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持续成迷 台湾媒体猜猜猜 口袋名单横扫台湾财经领域 而一度呼吸最高的林权 首度坎坎而谈 他有怎样的爆料 此外 投机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更严厉制裁朝鲜方案 韩美中方几乎同时改口推翻此前 韩美正式启动萨德部署议程的说法 美国的制裁大棒有用吗 韩美在萨德部署上 闹乌龙又暗藏什么玄机 详细内容 网关之后 为你带来 请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物 继续关注台湾新闻 蔡英文上台后 将由谁来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持续引发台湾媒体的关注 外传蔡英文一度属于 台湾银行总裁彭怀南来接掌 但春节期间征询被婉拒 而呼声最高的民进党制库执行长林全 首度侃侃而谈 他说蔡英文其实还没征询过 请外界不要胡思乱想 就是新建界执行长 有必要找这么多媒体来问我 看到媒体阵仗 林全一度低调 眼见逃不过包围 索性有问必答 这个事情蔡主席已经讲了 4月份他才会考虑 4月份之前就不要胡思乱想 当然能够步入个很好 交接名单没有他 到底是不是下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首度侃侃而谈 却说蔡英文还没征询 跟您谈过阻隔的事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非常理想的人选 那个人选能力应该比我更好才好 谦卑再谦卑 但更好的人才在哪里 现在传出 蔡英文本来主义 找台湾银行总裁彭怀南 起料农历春节征询时 彭怀南晚句 现在球又抛回 本来呼声最高的林全身上 蔡英文 我现在看他还是林全 你不是优先法案 就如同他名字一样 他应该是全能型的 所以叫林全 我相信是 我们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很好的帮手 就算不是优先法案 党内民代也很有共识 不过除了林全外 还有其他人选吗 就跟你讲 这个是 不要做这种无谓的 这种 前台经建部门主管张景森 好低调 除了他之外的热门人选 还包括前台经建部门主管 林信义和美月 所谓前台驻美代表吴钊燮 以及台陆委会前副主委 邱泰三 涵盖财经与两岸专业 都是重中之重的领域 谁来掌舵 相信随着蔡英文就职小步的逼近 真相将渐渐浮上台面 好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朝鲜核问题持续发酵 当地时间18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是签署了一项 旨在更加严厉制裁朝鲜的法案 惩罚朝鲜近期 进行的核试验 和利用弹道导弹技术 从事发射活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签署了 旨在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法案 在此前的12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8票赞成 两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 法案要求 美国总统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军火 奢侈品 网络犯罪 及侵犯人权等方面 与朝鲜有往来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手段包括冻结资产 禁止入境 和终止政府合约等 法案还授权 政府在今后五年里 每年花费一千万美元 用于针对朝鲜的媒体支出和难民援助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月通过一项 旨在制裁朝鲜的类似议案 但参议院其后对议案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涉及网络犯罪 针对朝鲜的媒体支出和难民援助等新条款 本月10号 参议院投票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议案 另据韩国世界日报19号报道 韩国总工府清瓦台秘书市长李炳奇 和政务首席循计划19号突然访问国会 说明了朝鲜发射卫星引发的紧张局势 以及日益严峻的安保情况 敦促国会尽快通过存在争议的反恐法等 而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周四早些时候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朝鲜军队 准备对韩国采取行动 包括可能绑架或攻击人 以及针对地铁或电力设施 好的新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以及台北的嘉宾张永华先生 白宫18号发表声明 总统奥巴马当天是签署了 旨在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法案 那么我们注意到呢 此次的制裁力度啊 实际要过去大幅强化了 参与相关交易的第三国的个人及企业呢 也被列为了制裁对象 美国方面加大对朝制裁力度 是想达到怎样的目的 叶先生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 朝鲜进行核试验和火箭试验以后 那么美国势必是要对朝鲜有所动作的 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并不让人们感到意外 第一制裁肯定要来 第二制裁的强度没有超过人们的预期 也就是美国仍然是把制裁主体指向了朝鲜 特别是朝鲜的军工领域 核领域和它的贵金属 进出口领域 以及它的这个奢侈品的进口领域等等 这样的一些制裁很难说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知道朝鲜 包括这一次美国扬言要制裁 说和朝鲜在上述领域中有接触的 第三国的个人和公司 这件事情也不是头一次发生 我们知道当年朝鲜核试验的时候 美国也曾经制裁过 像在澳门的两家小银行 那么可见 今天美国对朝制裁的这个打包的措施 还不能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这个制裁的水平 大体上可以说是比过去要严厉的一步 但是没有达到 或者说没有能够突破人们的预期 那么美国对朝制裁 首先的目的还是要释放一个强硬的信号 就是美国不能不做出反应 但是同时美国的这个制裁的有限性 也表明美国现在并没有打算 把朝鲜问题作为他在远东的安全问题的首要核心任务来考量 那么他仍然是说我要通过这种制裁 包括推进部署来让我的盟友放心 然后在本地区显示出 在安全领域中我是拥有主导权的 那么这是他核心的目的 美国真正对朝的主要手段不是在制裁方面 而是在加快在朝鲜半岛的军力部署方面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核心 那么如果说美国把制裁调到空前沿内的程度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进一步失控的危险 而这件事情现在来看美国还是要继续打朝鲜牌的 他并不希望把室内的牌打尽 那么他还要为自己下一步 如果有需要强化制裁去预留一些空间 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制裁究竟会给朝鲜带来多大的影响 实施制裁之后会让朝鲜核实验 或者是开展弹道导弹技术研究的脚步慢下来吗 二位 第一个问题是制裁肯定对朝鲜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朝鲜不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那么这个制裁能不能成功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能不能够让国际社会 特别是朝鲜的友邻国家 那么真正对朝鲜关闭大门 那么显然这件事情是美国是做不到的 那么美国单独发动的制裁 也不会成为整个地区对朝鲜的统一的行动标准 至少中国和俄罗斯不可能在联合国安理会 没有做出制裁决定的情况下 去配合美国的制裁 当然联合国也会出台对朝鲜的制裁的决议案 那个决议案和美国的这个法案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会遵守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制裁决议 而不是美国的那一个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 美国不可能拼凑起一个对朝鲜关闭大门的地区合作联盟 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那么做不到的情况下 制裁对朝鲜的实际的杀伤力就要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要看到 那么不管制裁多么严厉 都不可能让朝鲜在发展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方面停下脚步 因为在朝鲜的逻辑看来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最终迫使美国回到谈判中上来的唯一的手段 那么之所以这个手段现在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导弹技术和核技术还不够进步 还不能够把美国逼迫回到谈判中上来 如果这个时候朝鲜因为制裁的原因而弃核停止导弹技术研发 那么美国更不会跟朝鲜对话 所以那么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在面对了能够承受能够扛下去的制裁的时候 朝鲜一定会坚持到底 这恰恰是中国政府一贯所主张的 那么要看到朝鲜问题是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 并不是朝鲜单方面的责任 那么美国要反思 仅仅靠制裁把朝鲜逼迫到契合 这个策略过去没有实现过 将来也实现不了 我们从这个问题它反映出了两个事实 就是说经济制裁 你的的确确是让朝鲜感到压力 但是也让朝鲜感到越来越不安全 所以它舍弃了常规武力 它往核武方面的发展 第二个它反映出来 就是说当朝鲜它要发展核武 而不想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了韩国的立场 也看到了日本的立场 也开始纷纷转向向美国靠拢 这个就也说明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它真正无核化的关键问题显然跟朝鲜它越来越孤立有关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孤立的话 你朝鲜它会尽举国之力去发展它的导弹科技跟核武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在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韩美军方18号同时改口推翻了此前 韩美正式启动部署萨德系统议程的说法 坐实了一场国际大乌龙 这是真的弄错了 还是韩美有意在试探什么 外媒连日来是不断热炒中国 在西沙永星岛部署红旗9黄空导弹一事 有美国媒体声称 西太平洋美军的F22战斗机能够有效反制红旗9导弹 美国媒体的说法又靠谱了 我们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实施评论员叶海林有同家旅行 为应对朝鲜核问题 韩美两国之前放话说 将正式磋商在驻韩美军部署萨德方案 并着手组建相关的联合工作组 但韩联社18号却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比尔·沃尔班17号对外澄清 负责讨论驻韩美军萨德系统部署事宜的 韩美联合工作组并没有会面 何时正式展开磋商 尚无时间表 他就此前提供的错误消息进行道歉 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改口推翻 此前韩美正式启动萨德部署议程的说法 18号韩国国防部长也称 韩美已就萨德部署问题展开正式磋商 报道不实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也不是的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韩美双方都改口说萨德部署议程正式启动 报道不实 这场乌龙是真的弄错了呢 还是因为某种原因推迟了时间表呢 实际上来自于美国和韩国的政府的最高层官员都曾经证实过 美韩已经就萨德系统的部署 那么开始过错伤和谈判 这个无论是这个朴槿惠还是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都曾经谈到过的一点 所以我想这个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之所以最后双方还要改口 改口的也只是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说法而已 就是美国和韩国都没有否认在萨德问题上他们是要谈的 只是说还没开始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否认不能证明说美韩在萨德系统问题上已经出现了 或者说即将出现重大的分歧 那么双方恐怕还是在进一步的协调立场 当然分歧也还是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美韩在同盟体系框架内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 那么不能够作为说萨德系统美韩就谈不拢这样的一个证据 那么至于说美韩的这个萨德系统的接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我想其实背地里双方肯定已经谈了很多了 只不过没有谈成 所以现在不易于对外公开 因为毕竟我们要考虑到 如果现在在这个朝鲜两次试验以后 美国和韩国的萨德系统的接触谈了又失败了 那么这对美韩同盟的伤害会非常大 所以双方一定会把它尽量的掩盖住 那么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敲定好以后 最后再对外公开走一遍形势 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是双方正在谈 但是谈的结果或者过程不易于对外公开 而绝对不是说双方还没有开始谈 连日来 外媒还不断热炒中国在西沙永兴岛部署红旗酒防空导弹一事 其中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8号更是刊发文章 探讨美国如何才能对抗红旗酒系统 并得出结论认为 尽管红旗酒是一款非常先进的防空系统 能够在方圆200公里3万米高度内 同时对付6个目标 制造出一个针对常规飞机的近飞区 但是凭借着合成孔径雷达和定位能力 美军的F22能够锁定高速机动的防空导弹系统 并在不过久暴露的前提下 在足够近的距离 用250磅的小直径炸弹摧毁红旗酒系统 南海空域依然是可自由支配的天空 好的 新闻话题 我们再来联系北京眼模式的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美国媒体最新结论是 西太平洋美军的F22战斗机 能够有效的反制红旗酒导弹 那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在技术上说是不是这样 这里面有很大的漏洞 因为如果真到了F22和红旗酒对决的时候 中国会不会只有红旗酒 那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会不会指出F22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种我们知道在兵棋游戏和在电子游戏世界里 经常出现的所谓两种武器对决 在现实当中其实是不太会出现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纯粹的假想铁 但是它所折射出的问题 是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的 就是美国铁了心 要在南海去展示武力 那么所以相应的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 显然也不能只以象征性的几具红旗酒 作为满足或结束 那既然美国要坚持自己的权力 中国就要体现自己的意志 在这个问题上所谓各让一步 那么显然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 就只会变成中国单方面的做出让步 而单方面的做出让步 就会强化美国进一步 在南海逞能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想对中国来说 那么恰恰是美国所谓用F22 来压制红旗酒的这个说法 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足够的理由 我们在南海部署红旗酒还远远不够 无论是从数量上 还是从兵器的种类上都不够 那么必须形成多批次 多空域多类型的防空武器系统 包括一些能够主动出击的作战系统 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南海是安全的 是和平的 是稳定的 仅仅靠一些防御设施 包括一些有限的姿态性的这样的一些举动 恐怕是阻止不了美国 好的 谢谢叶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下面进入拍摩食品热点快评环节 美国白宫18号正式发布消息称 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将在3月21号至22号访问古巴 奥巴马将因此成为古巴现政权建立以来首位踏上这一岛国的美国总统 虽然美国和古巴隔海相望 但是两国关系却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和制裁冰冻了半个多世纪 奥巴马上台后逐步调整了对股政策 劳尔卡斯特罗接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后 对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 外交政策也总体趋于平和50 这些为两国关系破冰和回暖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4年7月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今年年初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曾表示 美国希望古巴在改善人权刺激经济活动等方面采取更多行动 为奥巴马访问古巴创造良好条件 对此古巴政府回应说 古巴欢迎奥巴马来访 但后者不应干涉古巴内政 古巴政府更不会用内政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换取古美关系的改善或正常化 由于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因此古美关系的前景并不明朗 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 以小幅优势领跑的德克萨兹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明确表示反对奥巴马访问古巴 外界看来奥巴马访问古巴 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秀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菲律宾新报2月18号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日前表示 虽然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升级 但菲律宾无意武装自身对抗中国 报道称 阿基诺在洛杉矶的世界事务理事会上发表演讲称 菲律宾没有针对纳克大国进行某种遏制的计划 他补充道 因为菲律宾的资源有限 该国将争取一个法律与和平的方案 来解决与中国的海洋争议 外界分析 菲律宾在示弱的同时仍然坚持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对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明确指出 中方不接受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 恰恰是依法行事 中方多次重申菲律宾执意推进仲裁的做法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件事情如果方向性错了 说再多做再多也毫无意义 我们呼吁菲律宾应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们还来关注下一条 苹果公司旗下移动支付服务苹果支付 Apple Pay18号凌晨5时在中国正式上线 使得中国成为亚洲首个上线苹果支付的国家 而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昨天一大早就起来发微博 欢迎大家踊跃尝试 苹果公司于2014年10月20号在美国正式推动苹果支付 目前服务范围已经扩大到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 根据苹果公司今年2月统计 美国支持苹果支付的商业网点达200万个 路透社18号称 苹果在中国推移动支付是在向中国本土网络巨头矫正 目前中国移动支付用户中大多数人使用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 或者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 分信是认为苹果支付在中国推进并不轻松 只有在用户体验可大幅改善的情况下 人们才会改用其他手机应用 苹果支付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有待观察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18号 旭政府军收复了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 在西北部拉塔基亚省的最后一个据点 金萨巴振之后实现了拉塔基亚省的彻底控制 拉塔基亚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所属什叶派分支 阿拉维派穆斯林的聚居地 也是俄罗斯空军基地所在的 战略地位重要 一名叙利亚军方人士表示 盘踞在金萨巴镇的武装分子 大多隶属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 支持阵线和与其相关的武装组织 收复金萨巴镇后 政府军将继续向拉塔基亚省以东的 伊德利普省推辑 目前叙利亚政府军具有支持阵线 和其他激进反对派武装组成的 征服军控制的战略重镇 吉斯尔·舒古尔近10公里 去年3月 征服军攻占伊德利普省 大部分地区 随后进一步向西渗透 攻陷拉塔基亚省多地 在俄罗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支持下 叙利亚政府军近期在拉塔基亚 和阿拉波梁省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试图通过控制叙利亚与土耳其的边境地区 来切断反对派武装的补给线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高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语物 进入2016年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中庄出发365天 带你直接进行的现场 欢迎你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